嘿嘿!決定了! 落下了! HALO WIN TIGER HERO! HALO WIN TIGER! 三乘酸! 什麼?什麼? 很酷嗎? 嘿大家好,我是MNike,叫我A夢或Emo 今天我們要來補講一下活動農的萬聖茉莉 他屬於前衛單體物理輸出角 簡單來說,他就是毫無疑問的倉管 除非你要洗戰力或是莫逆禮老婆 不然活動打到三星,看劇情拿石頭就可以了 再來看一下技能的部分吧 首先UB是單體物理傷害並自體加速 特別的地方是這個技能會隨著UB次數而增加技能的係數 他跟星黑是完全不同的,也不是小看那種純加攻擊力 是一個全新的技能設計 也許也是這個原因,也許也是星黑的教訓 這個技能有上限,而且是很低的4次 疊滿也不算非常強 一技是單體的物理傷害跟UB的傷害部分一樣 會隨著UB次數增加傷害的係數 對於攻擊力buff的效益會越來越好 二技是單體物理傷害並自殘剩餘血量的20% 跟聖誕伊莉亞同款設計 不會像原版伊莉亞那樣子把自己砍死 EX跟EXPLUS都是增加自身物攻 看過技能組後,他會倉管的原因就是兩個 一是上限4次,導致你補他TP讓他開很快 沒什麼效益,因為一下就疊滿了 你不補他,他暖機就慢到爆炸 真的是比克羅伊還滿 第二就是係數太低,UB多開一次才給0.5 開滿4次也才6.6 一線的物理角色都是9、10以上的攻擊力係數 他這個根本就不夠看 你就算要搞上限,上限也要比現在的一線物理輸出更高一點點 例如跌到15左右才有出場的可能性吧 所以萬聖茉莉就又是一個實驗性質的角色 公主連結在這種比較特殊的技能中給的係數真的是看心情 確實啦,星黑那個意外下去 設計部門是真的該多擔心一點 寧願多一個倉管也不要多一個星黑嘛 只是這一隻的係數真的給太低了 又是純輸出沒有特效,完全沒有出場的空間 你雖然缺角色放一個字或者是併交搞不好還比較好 而且日和也是只要農就會有的角色 所以就... 嗯... 好啦,以上就是萬聖茉莉的簡單介紹 希望都可以幫助大家更了解他倉管的原因 那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